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難道我真的做錯了嗎 Mr. Lau 我很有信心 一定可以幫你賺到更高的位置回來 傻強 不是 哪裏應該叫你傻強 我叫你強哥 哪裏有這樣出賣自己的嘗試 你真是 Mr. Lau 如果被你知道了 我跟你說 一定會激死你 但沒變 做得我們這行的 你開到一個好的價錢給我 我當然是讓你幫我做的 但是 你要記住 這個只可以是我們之間的秘密 你 傻強 我剛才說你不是傻強 你這麼快就問你這麼蠢的問題 你看我 一看就知道我有生意道德 好 這樣就 祝我們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好 不妨礙你 走吧 你走吧 傻強 原來是你 剛才的對話 這麼小心 被你聽到了 我真的看流眼 我怎麼平時這麼相信你 你現在算是怎樣 我平時還好好的讓你跟著我學習 你不懂得感恩也算了 你吃碗面翻碗底 搶了我的客 廖哥 什麼吃碗面翻碗底 這麼難聽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你不可以成功 是因為你做事太保守了 我這些叫做 青出於懶 青出於懶 好想打我 來這裡 打下來 廖哥 你做的就是這樣 這麼小的 我看死你就不敢打我 廖哥 不要說我不夠情 以後 你有什麼不行的 你儘管叫我 你有我的電話 你記得叫我 你替我記住 托笑 托笑 多兩個禮拜 我帶阿伯去教會 可以嗎 去教會 是啊 可是這幾年來 都沒有聽說過你要去什麼教會的啊 喔 因為多兩個禮拜是復活節嘛 所以我想要帶大家去教會玩一玩喔 可是多兩個禮拜 你不是說帶媽媽去醫保走走的嗎 是喔 我忘記了耶 叫我們換去這個禮拜啊 不 你答應過我一定要帶我媽媽去走走 一定要那天 喔 為什麼不用換去這個禮拜 因為我不想你帶阿伯去教會 我不想我的孩子成為那種有宗教的人 我想我的孩子靠自己 不是那種懦弱的人 你明白嗎 老公 我們有宗教 不代表我們是懦弱啊 你怎麼講話跟我講大聲 哼 誰叫你不尊重我的上帝 你不尊重我的神耶 我不尊重 你穿的你吃的都是你老公給你的 這幾年來 你的上帝給過你什麼 錢從天上掉下來嗎 可是那個都是上帝對你的祝福啊 哼 祝福 這些錢都是我辛辛苦苦賺回來的 我不靠任何的神 我不靠更不靠任何的人 我只相信我自己 老公就一吃好不好 你跟我去一吃吧 OK 謝安真 夠了 我沒有要你放棄你的信仰 但是如果你要這樣跟我抄的話 我叫你徹底放棄 還有你不准帶阿伯去 老公 我又沒有叫你一定要先在心對不對 就只是一吃吧 而且你也沒有權利要我放棄我的信仰啊 就好像也不會叫你放棄mother一樣對不對 我也沒有可能叫你放棄mother 你不要過來 過了 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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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棄 對不起老婆 我 我 不好意思 你好 我 旁白 我 都在我 那 那 你在那 你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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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笑都好 還略都好 北京風雨送 見制度裡 迷信上海 真理會答到 旗子高舉 群眾聲討 不欣賞一歲去上訴 全界的想法太熟透 只可惜生命是一歲多 折 只可惜生命是 面對錯 卻 連笑多好 憑困多好 人蠻積蓄足以快樂到 連家吉他書 發我報仇 再不得到 年歲不報 關注發表 廣告有回報 然世間總會有熱鬆 至可惜生命是一生可憐 至可惜生命是一生可憐 與否 與否 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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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阳上一带的方向的品牌 他走了 弟兄姊妹 這個時候 要我們占擁為擁 親愛的親戚朋友 多謝你們今天的來臨 我們的追思禮拜到這裡為止 阿珍 阿水 阿彪 先別走 今天有沒有見 醉一下 坐吧 這麼久沒見我 沒想到 我們要在這樣的機會之下 才可以聚在一起 你 不如你先說 阿珍 你結婚了嗎 還要恭喜你們 嘩 水哥 不是 是不是 我和你分開了很久了 哦 難怪你們 一些in love的感覺都沒有 嘩 你不要幫我說 你和對戲有意思 嘩 說這些 我大把女兒了 唉 放何況我都不喜歡黃棉婆 她就是黃棉婆 我知道 情場實手河感水 天空主公主 這樣你搞出人命 唉 說一些 你畢業了嗎 哇 早就畢業了啦 我現在已經是一個team的head了 我還打算連尾自己出來創業 很好啊 恭喜你 你的臉 我不小心跌倒 我這樣真的是要小心一點 唉 如果梁牧師在生 看到我們還可以聚在一起 聊天 她會多開心呢 是啊 那天是醫院 我梁牧師有些事情很想和你們說 但我經歷不及 所以我幫她錄下來 你這樣看 是 你這樣看 我睡覺 我閉嘴 我閉嘴 當你們聽到這個 媒體的時候 可能我已經不在座 因為醫生說 我情況已經很危 我忘記你們當初說過 我福音傳出去 要改變這個世界 你們還記得我 馬俄祂有聖日為了你們祈禱 希望有一天你們可以 一起相聚 所以你們不要辜負他一片苦神 老實說 我的時候已經不多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我能夠見到你們幾個兄弟 所以就在一起 我真的是這個時候休息了 梁牧師 我們很想見 回來教會 這是梁牧師的心願 還記得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一起來到上帝面前 我們答應過上帝話 我們要把愛傳出去一齊 我們要一起改變這個世界 但現在只有我一個人 回來吧 但是我老公 算了,我會盡量的了 我試一下吧 我正在做幾個項目 我…我也是 我應該明天去Outstation 我來得我先走了 先走了 先走了 欸 這樣吧 多兩個禮拜浮節 如果你出現的話 就代表你們回來教會了 這樣吧 以上我所說的見證 全部都是真人真事 雖然我這幾個朋友 今天是不可以出席 在這裡的 但弟兄姊妹我想說的就是 是沒有任何分裂和阻攔 影響到我們的夢想 但弟兄姊妹我要告訴你們 上帝今天要將我們的失去 曾經擁有的夢想 想追求夢的夢想 重新復活回來 就好像耶穌三日號為我們復活一樣 這個時候我有請Worship Team上來 為我們帶回剛才那首歌 誒 傳道傳道 那個領唱的老婆是不是 她要生了我們 她要去醫院 所以今天來不了 你們自己加油吧 實與你堂在 這樣也可以 寶寶的出生就像耶穌的出生一樣 我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寶寶說世界愛無長久 會有愛無盡透 陳族的愛只在負尋擁有 一刻燦爛便要走 一刻燦爛便要走 而我卻信愛愛是恨狗 碰到了你再門別窟 我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 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 千秋過後仍長絕不留 誰人手動不被緣化在夢頭 這一刻 至高在喜ир無凍 祈告的愛盡 Impact 要将一切尊厌于我主的手 华已决定今生在门所求 慰望得主情赞已足够 华已决定今生在门所求 华已决定今生在门所求 你们又是 回来都不早点通知声 那才够surprise 不见多年 想不到你的歌喉依然这么厉害 嫌丑 嫌丑 你又说你的老公不让你来 哦 像你所说的 没有任何的挑战 可以拦阻我们去实现神给我们的梦想 所以我一定会说服他 跟我一起来教会 好的 那我们就一起说服 一起来为主练梦想 红毛啊 好耶 哈利路亚 耶稣他活着 他一战胜身是王 他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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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他活着 他活着 这个时候 我们首先要谢谢我们的众演员们 还有就是我们要谢谢我们的 帮我们弄造型的发发造型师 还有的就是我们后面的灯光力会 还有就是为我们弄声音的 中马音响 耶 那接下来就是为我们弄我们一些的 subtitle的 电脑俊杰 还有我们要谢谢我们称帝 引破从英文堂来的 CA and team video 然后还有我们的 刀剧组 还有最后我们的音乐器 musician 在最后最后 就是为你们介绍我们的 导演跟副导演 袁宋明和 成佳片 什么 因为阿拉伯尔美甲 成天地魔后地 他的人 神动 保守你的圣伙 防守你的圣伙 保守 消防予及复活 阿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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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祝祂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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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表演的好不好 我们再次给他们鼓励的掌声 他们 练习了很多个晚上 直到今天早上他们也在练习着 包括刚才那个小弟弟在吃东西的也 陪着他们一直练习到晚上十二点多 我们再次鼓励他们 这时候我也要来 介绍我们的邱义安牧师 我要请他来跟我们 正道 但是在邀请他之前 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邱义安牧师 好 旗牧师是我们 新生命复兴教会 八达灵堂的主任牧师 他也是我们 他一起的牧养三个教会 牧师跟师母 李文婷师母一起的佩搭 他们有三个孩子 就是Ivan Timothy跟Andrew 好 他已经在全职的服事了 差不多十多年 他是在2002年 蒙召全时间的服事 在全世界服事之前 牧师也是一个工程师 然后他在2011年 也拥护了马来西亚圣经公会 所颁发的硕士的文学 神学学位 好 这时候我们也要把小孩子 送到上面去 老师们已经准备了 孩子们可以跟着老师们到楼上去 12岁以下的孩子们 都可以到楼上去 有特别的节目为他们准备 好 这时候我也邀请牧师跟师母 为我们来正道 大家好 我是正牌牧师来的 刚才睡着那件是做戏的 但我现在上来不是唱蓝高音 除非是有人需要死女復活 我转回台了 我今天想起华语泰 那么在刚才的花剧中 我们看到有四个的火宝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他们失去了童年的天真 还有他们童年的梦想 其实他们正是现代人的写照 因为今天很多的人 何尝不是如此 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呢 就让自己的梦想给流逝了 有些人呢 他们小的时候呢 他们立志要当老师 当时呢 当时呢 长大后呢 却当了老千 有些人很想做大富翁 后来做了大耳聋 有些人很想做大明星 后来变成了大三星 有一些人他们很想学李嘉诚 结果到头来是一事无成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花剧里面 他的人物啊 他们虽然失去了他们的梦想 但是几经波子之后呢 他们寻回他们的梦啊 但是在现世的生活的当中呢 又有多少人 当他们失去了成就 拥有的梦的时候 又有多少人能够从事他们的旧梦 那么有人说呢 如果人失去了梦想呢 就是死亡的开始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 当他们推秀之后呢 如果他们变得太空闲 无所事事 就很容易的老化 就会很容易 对于宽散这个的时代症啊 对于年轻人也是一样 如果年轻人没有设定自己的人生的目标 如果年轻人没有梦想呢 就不能够活出一个生命的意义啊 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 他没有愿望也没有梦想 他没有生命的目标 没有人生的蓝图 如果一个人他只是随波逐流 他无所事事啊 结果呢 他最后呢 也是一世的无成 所以每一个人 我们都必须拥有我们的梦想 更重要的 我们必须寻见 招募主 创造我们的时候 给我们人生的梦 如果我们能够寻见神给我们 试定的生命的蓝图 如果我们能够配合神的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去成长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的精彩的人生 相反的 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人生的目标 那么漫无目的的人生呢 就是个枯燥发味的人生 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有我们的梦想 不只是我们个人要有梦想 一个民族需要有梦想 一个国家必须有梦想 所以我们的国家就有一个2020的宏愿 我们期望到了2020年呢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 现在剩下大概六年 我们希望能够美梦成真 而不是兰克一梦 所以国家需要有梦想 民族也需要有梦想 如果一个民族呢 他赋予很多的特权 他有得到很多的援助 但是如果这个的族群呢 虽然有很多的特权呢 但是还不能够达到他们的理想的时候 但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比不上别的族群的时候 他们不能够达到他们的理想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民族他也会有个民族的自卑感 那会不会 所以我们慢慢来讲